誇張場面還要來看到的高雄騎士呢 車上在一輪抽腸的水管就因此 抖制後方兩名騎士被水管給 走到摔車受傷 也幸好這事發地點就在醫院門口 當時院內共有五名護理師見狀 是立刻走去現場幫忙救護 今時期畫面拍下 李姓男子載著操場水管行駛在機車道 害得後方一名零性騎士先被小島摔車 另一名正姓騎士也閃避不及 三臺車撞成一團 定格來看 李姓男子載著水管超過機車車身好幾倍 不只擋住機慢車道 就連快車道都被擋住 兩名同向騎士分別被擊落 受到輕微擦措傷 由於對面剛好就是醫院急診室 事發之後 醫院保全立刻搬來路障阻擋車輛 多達五名護理師也在車禍發生一分多鐘後 就陸續從醫院走出協助救護 連救護車也不用出動 幸好受傷兩名騎士傷勢都不嚴重 原警也從協對面路口的派出所趕到現場關心 警方從監視器初步判斷 誇張載運超過兩公尺水管的李姓男子就是肇事主因 結果害得後方兩名騎士雷殘 多處擦措傷 自己雖然沒有受傷 卻得因此吃上罰單 貪圖方便 卻因此釀成車禍得不償失 記者綜合報導